好 志偉 200萬其實是還滿沉重的負擔 因為對一個 他那時候可能也只有30K吧 就是跟他說要200萬 要不然就是 就是不給他離婚這樣 那這個女生就 他就很無助嘛 就是他又想要爭取小孩 監務前更想離婚 但是沒有錢啊 所以他最後就 只好尋求法律的解決這樣 但是其實基本上 你要打這個離婚關係 也是要錢 那就是有一些人就分析給他聽 就是說這個官司打下去 其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有結果 那你那個訴訟費 什麼算一算可能 沒有200萬 可能也要100萬 你就這樣跟他講 所以要不要再去溝通看看 而且他的娘家就跟他說 那小孩你就五、六年都沒娶 你就小孩貴給他 你就不要愛嬰兒這樣 但是他覺得那小孩是他生的 他覺得他真的要生那個小孩 所以他最後再去跟他公婆 談判一次 公婆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這個老公 其實已經跟那個女的愛的時間 對方有他的小孩的 懷孕了 所以一定要娶 那公婆就說 不然這樣嘛 給你離婚啦 100萬啦 100萬拿來就離婚啦 我已經半價了 這樣價 打對責 打對責 但是這個小孩子就是共同監護這樣 就是不讓他 就是可能135住我這裡 246去你那邊這樣 那他最後就是想說 不要走法律訴訟嘛 就真的去借啊 幹嘛借了100萬 然後才把這個婚離成 對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故事就是 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傻呢 就是你就乾脆 就給他就好啦 但是他不願意 他不願意放棄你的小孩 親情的時候實在是很難 對 那他等於說到最後就是 婚是離了啦 但是這個小孩子就是 不好教 對 他就是現在比較傷腦筋 是這小孩就有些叛逆 然後去他那邊就是 連叫媽都不太願意叫 那他就覺得說 他自己去爭取這個孩子 結果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他有沒有做錯了 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是 那廖老師 你有一個是 失色印尼的那個女生 對 那也開條件 這也開條件 這個太太是有點 我覺得有點太軟弱 那個先生跟這個印尼的 有先生的太太 很早就通姦了 可是因為那時候 沒有說去外面過夜什麼 所以他太太完全不知道 直到這個印尼女人先離婚了 然後他先生跟他在外面住一個小套房 從此不回家 這個太太才 就是叫那個真心社去跟監 然後去抓監 抓兩次都沒有抓成 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一次是下面 因為大門一直沒有人出入 他們那個警察說 你要確定他在裡面 我們警察才能夠上去 或什麼這樣講 結果他又不能確定 不太敢確定 結果在下面按一個大門的門鈴 結果那上面的遲宜了好久 好幾分鐘以後才幫他開門 上去的時候一個小套房之內 你不確定弄一個是闖入民宅的那些 所以後來就是說用按門鈴 按門鈴以後 按到那個套網 12樓的套網裡面打開 小小的一個空間就是一覽無一 沒有他先生的影子 可是他明明在幾分鐘前看他先生進去 所以一定是按那個門鈴之後 他們先生很警覺 先躲到別的地 躲出去 所以那個也等於失敗 所以後來這樣 通常都吊在外面堂的那個 然後呢 結果他先生這樣被桌間 自己先生就後來 自己來找他談 所以老實講 你現在這種婚姻通姦的抓姦 是很難成立的 你要抓姦抓到成功 然後可以以這個當證據來判 要性器官什麼 不然有衛生紙也沒用嘛 對不對 有時候他會講大一大堆 所以他說你就第一個抓姦很困難 第二個即使你發了很難 你要抓到我的肩的時候 可能六個月過去了 你就不能再告我們了 然後有時候呢 真的告到我們呢 那個判刑很輕的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要想想看 我們來協議好了 他就跟他講我們先分居協議 分居協議的話 我現在不是一個禮拜七天都不回家嗎 等於說他現在一個禮拜 結果從來都不回家了 那麼我願意一到五住在小三家 六七回來 六七 禮拜天你禮拜一只等我 六七回來 這是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 周修 那是對印尼的來講是周修兒子 對 周修兒子 你們這個就變成假日夫妻了 然後那個小孩他有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的 因為讀私立的那個中學 那個從現在開始我負擔他的學會 一直到他 如果他念到大學就大學 大學學業 到研究所就研究所學業 這個也寫上去了 那生活費呢 沒有什麼都沒有 因為太太有工作 他就不給他了 然後第三點就是說 就等於講說 你現在開始不准告我 要寫一個這個 你允許我 要按這樣註冊 那印尼女人不會回印尼啊 不是 所以他為什麼 他就跟他 他太不肯簽嘛 他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印尼的女人跟我講說 他過幾年就要回家鄉 他不要再異鄉住了 他等一下等有點 男女關係不再重要的時候 他就回他家鄉去了 所以過幾年他就回去了 我就會 我就回來 我就會回來 所以太太 他說他生的生 他就回來了 他說他快要回去了 所以他就會 我就會回來 所以你簽證給不過幾年 不然你不簽 我也照樣不回來 我就永遠不回來 所以太太就簽了這個合約 而且就是說 太太怎麼樣 他們兩個人夫妻買了兩戶房子 一戶是他們自己住 一戶是租給人家 現在剛好是斷租的時候 結果他那個男的是租一個套房 跟那個印尼女人一起住 太太好心到 就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那個先生很會講話 你也租保養大 他說不然你們兩個搬進那戶房子好了 也省了一筆費用 那你省一點錢 為什麼還幫老公想 對我那時候聽到他的 我看他的合約是差點溫倒 但是這樣合約下去 他現在從此沒有回來過 然後那個兒子的那個 可是他不是禮拜六 禮拜天要回來 沒有啦 就是沒有 因為他說 有第一次 第二次會打電話回來 說我今天 因為什麼事 因為他跟印尼生的那個 印尼女人生的那個女兒花高燒 他不能回來 你不能說我一個父親 就這樣跑回來 所以我最後一個禮拜要休假 然後 他兒子的學費 他兒子的學費 第一次有戶 第二次有戶 開始慢慢就要去吹 最後他太太氣到就不吹了 然後那一陣子 太太就覺得說 我本來是希望說 你終究會回歸到家庭 那我們兒子還有爸爸 可是看起來你是不會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他就 人很難過 就跟我講說他真想消失掉 那我就想有人跟我講 他真想消失掉都很危險 我就趕快去通知他們周邊的人 跟他說你們來照顧他一下 後來又經過 真想消失掉通常就親生 我想要親生 對 所以我覺得 你稍微有這樣的信息 你不能說見死不救 就跟他的媽媽姐姐妹妹講一下 然後叫他們去看他 結果差不多八個月以後 他突然跟我講說 他決定要離婚 那我說你要不要 這稍微問一下律師 真的可以爭取到 一點什麼東西 那種房子不一定要給他 他說那種房子買的時候 就買他帳戶的名字 那那個印尼的女生 後來有沒有回去 沒有啦 哪有回去 過得好快樂 因為如魚得水 而且是專用的 後來離婚了沒 後來離婚 離婚之後這個太太 其實本來就在上班 那薪水也不弱 可是他們公司是三四百的 那種大公司 好幾層樓 那有一次就他們每個月 有一個就是 就是壽星的那個慶生日 結果有 就他那個離婚以後 他剛好是一月 他是十二月 就從這樣 一年經過的時候 十二月壽星 站在他旁邊的是 別的部門的主管 別的樓層的主管 他不認識的 因為三四百人 大概不太會認識 結果兩個站在那邊 被人家 Happy Birthday 好幾個人 結果他們兩個站在一起 就開始講話 就開始說 我是哪個部門 我是哪個部門 以後就會說 什麼 Gloria你要不要下來 我們來 可以喝個下午茶吧 怎麼樣 就在公司的咖啡廳裡面 那用個十分鐘 喝個茶講講話 從這樣開始交談 最後開始交往 因為這個男的是史太太的 所以史太太就是也沒有兒女 然後兩個就慢慢慢慢 結果兩年以後就結婚 人家過得很好 那個兒子後來就說 這個男的有錢 因為他們是外商公司 其實太太賺的錢 不早才會那麼大 所以他後來反而 反而好 反而好 比較好 那個先生還要分的 禮拜六禮拜天 一個禮拜才見到兩天 而且經常請假 最後連不嫁 不嫁也不歸了對不對 所以兒子的錢 他也沒有拿到 所以你看他只要學會 生活會都沒有用 已經很客氣了 可是這個張物 連一點餘地都不留給他 剛剛你這個是例子 剛剛鍾博講另外一個例子的時候 我覺得他一直想要一個答案 就是離婚 有些人離婚真的是變好 老實講離婚以後 我對你的要求是不一樣 我對你沒有要求的 我管你是科長 科員 或什麼什麼什麼長 師長我也不管 那已經跟我無關了 那如果偶然還要上上床 那是因為你去找個信辦 你很新鮮為一得病 或不方便 或有時候方式也不太對 原來我朋友是這麼想的 但我熟本熟路又不要錢了 最多到你住處 到我住處一下子 熟本熟路 你是你怕走路 我以前就講說 熟本熟路有時候很重 因為熟本熟路隔一段時間 又有點新鮮感 又刺激的 所以就是回到那個 就回到那個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覺得不堪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 停留在那個價值的一個依附 不是 我要再講 還有講一個不堪的原因是 在裡面我是被糟蹋的 因為人家 他剛才嘛 你喜歡這樣 你有名字嗎 你厲害喔 我就怎樣 還有這樣的一個 不堪是在於說 在你們私底下的關係裡面 對 你還是被糟蹋的 整個社會價值裡面 他覺得說 我就 你不爽嗎 你姓什麼了不起 你還不是我某某人 睡在我褲下 怎樣的 你又了不起 那個是 除非 除非這個男人他是特殊的 他特殊的話不會 我的老婆跟所有的董事長 一起宴會 然後他在旁邊說 我是個科長這樣子 然後科員 然後他可以很自在 這樣男人我給他拍拍照 對 問題出在男人 他自己心裡很多毛病 回家他就發脾氣 我們要講的就是這樣 對 我們先休息整晚了 晚上是讓我睡 對 你是外遇 對不對 你是不是外遇 不得了 睡在我的看